姑娘 这到底怎么了 你到了就知道了 参见江夏王 徐姑姑 我把太医们都带来了 老朽参见江夏王 不必多礼 长话短说 你们三位 谁是给阿妩看病的太医 回禀江夏王 是老朽 好 徐姑姑 请 请这边 本王下面问你的话 你不能有丝毫意瞒 回江夏王 老朽 定知无不严 言无不尽 好 我问你 阿妩不能生意的事 是真的吗 这 老朽不敢言哪 为何 因为老朽 答应了豫章王 关于王妃的身体状况 绝不告知第三人哪 你觉得 今天这仗势 你能瞒得过去吗 至 是 至 是 江 你告诉我 为何在我的汤药中 加入壁子药 你不想我没有孩子 我想 我当然想 可先帝家帮那日 你小缠 老下了病根 他一说 你若再怀孕 你有可能再小缠 若再小缠 便是死结 我这次 倘若 以后 将来 我就是变迅天地南北 千山万水 我也一定会找到法子 医治好你 如果找不到呢 医治不了呢 你将永远没有孩子 我所生子女 必为王轩所处 即使永无自私 等我老了 等我 老脉昏庸 我要你陪着 就够了 就够了 还记得我才宁说 对你说过的话吗 你若忘了 我愿再说一次 当日如是 此生如是 今夜之事 从今以后 我对你 不会再有半分猜忌 老臣参见豫章王 豫章王妃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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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